用手機的話, 會稍微麻煩一點 就是你到Google Play 商店 先搜尋應用程式 安裝這個軟體 安裝了之後 因為我已經安裝了 開啟了之後 這裡按搜尋 搜尋 測 驗 本 可是這裡搜尋不到, 要按一下 搜尋3D 這個 好了,這裡 正常來講它是像這樣子 可是這樣子我們不要難去選擇我們要的題目 所以你這裡就可以依序地選擇你要的題目 譬如我要這一題 好了之後把它點 點開 好,點開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觀察這個圖形 好,用手指就可以 去轉動 這個物體 這個物體 你就可以去觀察 或是老師已經做好動畫 好,這邊可以按 Play 好,你就可以依序看到 好,因為這是第一腳法 好,所以依序可以看到這一些 好,如果要停止一樣按 好,或是你可以直接按這個,直接觀察 俯視圖 正視圖 正視圖 右側視圖 好,操作方式大概就這樣子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